我們來看這個粒體3 這個粒體是說 現在有一個粒 分別作用在兩個物體上 作用在第一個物體上 焦度是1公尺每秒 作用在第二個物體上 焦度是2公尺每秒 現在你以相同的粒 作用在把這兩個綁起來 就是M1加M2 以同樣的粒推它 現在問題是說 它產生的加速度等於多少 那也是根據牛頓D的運動定律 F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個M1加上M2A 那A等於多少 A的話是這個圖過去的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F跟這個有什麼關係 我們知道這個F等於M1A1 然後這個F也會等於多少呢 也會等於M2A2 好 好 那現在的話呢 我會把那個M1M2給代掉 這M1的話呢 是等於那個A1分之F F2呢 是等於A2分之F A1A2 然後我把兩邊F消掉 消掉 那這樣我就知道呢 1等於多少 這兩個通分 A1A2分之A1加A A2 那這樣子的話呢 A1就算出來 A1是等於A1A2 除以A1加A2 然後把數值帶進去 A1原來是等於1 A1A2等於2 那這1加2 所以答案是等於3之2公尺 每秒每秒